范冰冰和这个男人拥抱后,她的肩膀就尴尬了。 随着纪念范冰冰成了热搜女王,故而她的新闻都异常火爆,而范冰冰在拍摄完《冯小刚》的影片《我不是攀金莲》后,荣获了百花影后,在这个颁奖典礼上,范冰冰成了现场最瞩目的焦点。 范冰冰平日里给人的感觉是肤白貌美,脸可以白到像白纸一样白,皮肤更不用说了,所以,这个被称为娱乐圈第一美女的女星也是名不虚传。 可是在颁奖现场的时候,却发生了一件相当尴尬的事情。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冯小刚发布的一条微博,微博中第一张是一名男子手拿奖杯,但是这名男子的肩膀上却有着白花花的一片粉末。 当时很多观众对此疑惑不已,不知道男人肩膀上到底是什么,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自身的公众形象还是非常在乎的。 之后,这个幕后使作用者就被扒出了,原来是该男子在现场与范冰冰拥抱过,范冰冰的脸蹭到了男子的肩膀上,这才有了之后的一幕。 两人只是拥抱了一下,男人的肩膀上就留下了一大片面粉,所以,想要变白的女孩,赶紧回家敷面粉吧。